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弟兄姐妹平安 耶稣是美好的救主 今天早晨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爱我们的主耶稣 美好的救主 换的时刻 你是随时的帮助 祝第一次的平安 胜过这世界 一生心靠你 不怕任何丰满 心事的天赋 看顾我心里 是我能够的坚困 你照亮我道路 引导我的脚步 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 我要永远 敬拜你 在我生命中的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的坚困你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亲爱救主 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 我要不住 敬拜你 我要不住 敬拜你 我要不住 敬拜你 愿你永远的 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的 continuum 愿景等随我求主 愿景散 Additionally 求祝 我求助 祝你一次的平安 胜过这世界 一身心靠命 不怕任何风浪 心事的天赋 看顾我心里 是我能够的艰苦 祝你照亮我的道路 引导我的脚步 我全部生命都愿全服 我要永远亲爱你 在我生命中 你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请来救助 有谁能够将我 与你搬离 我要不住 敬拜你 愿你永远的 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的渴望 愿你跟随我 救助 我要永远亲爱你 愿你跟随我救助 我要永远亲爱你 愿你跟随我救助 我要永远亲爱你 我请来救助 我要永远 愿你永远的 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要永远亲爱你 求你满足 我的渴望 愿你满足 我的渴望 愿你满足 我的渴望 愿你满足 我的渴望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救助 耶稣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主 今天早晨我们单单全心全意赞美你的名 主 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你是平静风浪的主 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风浪是神刻意的安排 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我们看见很特别的耶稣就吹门徒上船 那么门徒上船以后 他接着做的就是散开的众人 我们能够理解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很多人不想离开 可能吃了晚餐 还在等宵夜 想说太兴奋了 都不想离开 但是你看到耶稣赶紧的吹门徒上船 那么希望他们离开现场 那么赶快赶散这个门徒 赶散这个众人 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做了很独特的一件事 他一个人上山在那里独自的祷告 我想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就是在一个很成功很兴奋的一个神迹特会之后 那么要赶快的离开现场 免得我们真的是在人的掌声当中 我们迷失了自己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赶快吹这个门徒上船 另外一个原因他也提醒我们 我们越是在服事上得到众人的肯定 我们的掌声越多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 越多的独自上山面对神 在神面前祷告 这是对我们很重大的提醒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甚至是耶稣是催促着门徒上船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风浪 是耶稣刻意的安排 因为有风浪在海上等着门徒 所以门徒上船以后 你就发现他们一开始可能很兴奋的 谈论着傍晚的时候所发生的神迹 你看那个饼 那个鱼在耶稣的手中 太神奇了 你看我们发那个饼 发那个鱼的时候 怎么发都发不完 那个小孩子真是太厉害了 太有信心了 他们可能谈得很兴奋 越谈越兴奋 还沉浸在傍晚的神迹的特会当中 但是越谈越多的时候 发现风的声音越来越大 接下来风浪越来越大 于是他们看到 船好像很困难前进 风向改了 或许他们上船的时候 是顺风的 风和日丽 可是突然之间 风向改了 变成逆风 所以马可福音形容 门徒们的景况是 他们看到风浪很大 然后遥如甚苦 所以也就是这个经文 让我们感到很深刻的体会 当遥如甚苦 就在大风大浪中间 很努力的划船 可是船却没有办法前进 甚至是后退的 在逆风前进 格外的辛苦 每次读到遥如甚苦 就想到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也是 每天都很辛苦 从早到晚忙着工作 但是人生就很不容易前进 所以好像就困在原地 不断的努力的生活 每天都这样辛苦的活着 这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写照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耶稣 为什么突然之间 让他们赶快的上船 去经历这个风浪呢 那么最重要的是 让门徒明白 风浪是耶稣刻意的安排 耶稣让所有的人都明白 风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那么不管你做什么 或者你用任何的方法 人的一生当中 你是不可能没有风浪的 风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耶稣在教导门徒 一堂风浪的课程 所以有的时候 你知道人生的风浪 不仅是耶稣刻意的安排 有的时候 甚至是耶稣催促你去上船 去上这一堂的风浪的课程 所以当门徒到船上的时候 你就看到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利是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来 你知道当门徒们很辛苦 在风浪中前进的时候 耶稣在山上祷告 耶利是更天 大概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耶稣祷告告了一个段落 他知道门徒正在面对风浪的考验 所以耶稣就往门徒那里去了 那么耶稣原来的计划 并不是要在海上跟他们相遇的 耶稣原来的计划 是要经过门徒的船 直接到对岸去等他们 所以原来耶稣的心意 是要独自让门徒 去面对这一场风浪的课程 耶稣对他们的信心 要有一个很好的考验 但是没有想到 当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门徒看见了 在夜黑风高的晚上 看到有一个人影 在海面上走着 哇 这时候风浪又大 然后你看到海面上 如果有一个人影在那里走着 吓都吓死了 所以圣经讲 他们惊慌地大叫 这可以理解 当人在夜黑高的风浪中间 一点点风吹草动 我们都经不起一点点的惊吓 所以他们吓得半死 以为是个鬼怪 就喊叫起来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 耶稣听见他们的惊慌大叫 耶稣知道他们的恐惧 所以耶稣为他们停下了脚步 改变了计划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人生难免会有风浪的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理解 当我们正在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的时候 耶稣在山上为我们祷告 并且耶稣正在风浪中正走向我们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生在风浪中的时候 不要让耶稣在你的身边擦身而过 不要让耶稣从你身旁走过 而你没有发现 耶稣正一步一步地在风浪中走向你 所以在风浪中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不管你的感觉如何 不管你在夜黑风高 多么害怕惊慌的时候 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知道 耶稣正在为你祷告 而且耶稣在风浪中 祂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你 我觉得当年能够看见耶稣正走向你 不管夜有多深 风浪有多大 你就会有平安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错过耶稣走进你风浪的时刻 大概四年以前 四年以前 那么我收到一封信 我常会收到一些信就是 有些人搬到了教会附近 他们要找教会 所以就写封信给我说 他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们聚会的时间如何如何 就会留了一个住址跟联络的电话 我当时收到一封信 我的习惯就是立刻就转给 如果是社亲 就转给社亲的小组长 所以那天 这是一个单身的姐妹 我就把它转给了一个社亲的小组长 然后那个小组长很特别 她一收到我的信 她就立刻就打电话 给这位姐妹 你知道这位姐妹很特别 她从别的教会受了很多的伤痕 然后她的本来要结婚的 结婚以前这个婚礼就取消了 所以她的婚姻没有了 爱情没有了 然后她也失去了朋友 然后她得到一个很重度的忧郁症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她就选择搬离开她原来住的地方 搬到了我们教会的附近 所以她就想要在附近找个教会 就写信给我 她写信给我之后 她就直接就骑着摩托车 就上了光复桥 那么她虽然写信给我 她在光复桥 她想要跳河 要有自己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她骑着摩托车 上了光复桥的时候 她就接到了我们小组长的姐妹的电话 我们那个小组长姐妹很特别 也不认识她 那天是星期三 晚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只听那个风声 在手机里面呼呼地叫 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风的声音 然后就跟她讲说 姐妹欢迎你来教会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有祷告会 是星期三 所以你一定要来参加祷告会 同时我们教会有个很棒的聚会 叫做金律神银会 刚好晚上是报名 所以你记得你要带钱来报名 那个姐妹把摩托车停下来 在风声中听见这个陌生的电话的邀请 真的她很顺服 她本来要去光复桥要自杀的 她突然接到这钟电话 摩托车停下来 叫她去祷告会 于是她就真的很顺服 就来到了祷告会 她不仅来到了祷告会 她也真的就缴了报名费 来参加我们的营会 这很特别 这个姐妹就这样子 在我们的教会 维生四年的时间 她的生命重新被建造 被恢复 那么她的人生重新恢复的盼望 也恢复的喜乐 神也祝福她 那么自从她回到教会之后 她的重度的忧郁症完全得到一致 再也不需要吃一颗药 你知道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在一个风浪当中的时候 耶稣用各样的方式 祂正走进你 或许你正在面对你人生中 可能是你的健康出了问题 你有疾病的风浪 或者你的家庭出了问题 你的儿女出了问题 你有儿女的风浪 或者你的婚姻 产生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痛苦 或者你真的也是重度的忧郁症 可是我希望你打开你的眼睛 你能够看见 耶稣用各样的方式 祂正靠近你 在风浪当中 你仍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就像这位姊妹一样 她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马上转出去 而这位小组长马上就打电话 她正要预备 要自杀的时候 电话响了 耶稣用这样的方式 再一次靠近她 而很奇妙的是 她那天晚上没有自杀 她来到了祷告会 并且她的生命 有一个重新的起点 我但愿你不要错过 耶稣在风浪中正在走近你 你要不要让 错过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你要看见耶稣 耶稣就会对你说 他说是我 不要怕 请放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第一件要祷告的事情是 为正在面对人生风浪的人祷告 但愿你在风浪中 看见神的恩典 耶稣正走向你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向来祷告 祝福我们为了不需要的 尊重的风浪 因为祂是 你不要激烈的 人生风浪的阳光 你让我们在 入口浪中 我们又公子又上 他们的友善 你让我们在风浪的 当中来 祂要让我们 虽然在世上的当中 但是 当时我们在风浪当中 那些人会把你救出 同生的风浪 但愿有着我们的幸福 主要是 你不要激烈的 看见耶稣一路在我手上 因为我们的神 太多一切的风浪 就要进行一切 但神会保守 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向你祷告 求我们祿栏的手上 谢谢主 谢谢主 赞美的 主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 主你是在风浪当中 掌权的神 主今天早晨为着 在许多人生风浪当中的人 向你祷告 耶稣求祢帮助我们 主啊在风暴的当中 我们的眼睛要看见祢 主啊看见祢正走向我们人生的风暴 主啊看见祢正走向我们人生的风暴 主啊祢要来帮助我们 主今天早晨 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 我们要看见祢与我们同在 主啊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有平安 主啊有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必得着拯救 主今天早晨在人生风暴当中 风浪当中的弟兄姐妹 主啊他们要遇见祢 因为祢说祢是又真又活的神 谢谢主 耶稣我们祷告祢 主祢要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祢与我们同在 不要惊慌因为祢是我们的神 祢必兼顾我们帮助我们 用祢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耶稣今天早晨帮助我们 我们虽然在风浪当中 我们要看见耶稣 主啊我们虽然在风浪当中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祢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祢大过一切的风浪 主啊我们坚心依赖祢的 祢一定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为我们在身边一些的家人朋友 为他为信主的朋友来祷告 风浪的时刻是他们认识神最好的时刻 好不好我们为这些福音朋友来祷告 同声的开口祷告 祢是神是神的 这个才是神的 我们下方为了祷告 祢是神的 其他人情对 其他人有信徒 加入人报告 祢是神 祢是神的 祢是神的 神的 对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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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神的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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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当耶稣你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 主啊我们不要错过 主啊他们能够遇见耶稣 主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 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都是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 主啊但是我们身边还有好多的朋友 亲人家人都还不认识你 主啊在这时候我要特别来为他们祷告 主啊在他们一生的年日当中 可能常常会经历各种的风浪 好像巨浪一样的样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但在这时候求你来帮助他们 帮助那些正在这个风浪当中的家人朋友们 主啊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 主耶稣因为也许是你特别为他们所预备的难处 求你就柔软他们的心 使他们能够顺服下来 不要错过这个恩典的机会 主啊愿意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 使他们认识你并且能够经历你 带领他们越过难处的这样奇妙的经历 主谢谢你 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中 不是只过一个舒适的一生 主啊而是带着陪着我们经历一个丰富的一生 主我们有高山有低谷 主你真是一位有着奇妙计划的主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着这些还未信主的亲朋友 向你来祷告 主啊保守这些正在经历风浪的朋友 身边都有一位爱主的天使 主啊能够陪伴他 能够为他来祷告 主啊让他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 主也为着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来向你祷告 主啊让我们不要怕麻烦去关心 把握这个你赐下得着灵魂的好机会 谢谢你耶稣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为正在经历风浪的教会来祷告 求神保守祂的教会 很多教会在风浪中要看到神同在的恩典 我们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会向你许多正义的风浪的当初 让他才会祷告 祝教会心里的神 主啊求求心心事的保守 很多人的教会 让他在风浪的当初 你忘记的教会 所以他们祷告 他们的圣族 主啊会有忘记的你却不忘记我们 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你的同在 一直不离开你所爱的教会 谢谢耶稣赞美你 耶稣我们祷告你 随后在风浪中的人 他们要看见风浪中有神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祈求我与祢分离 我要不住进海底 愿祢永远能 祈愿我的生命 求祢分足我的渴望 愿静愿随我救